好不容易应付完了问题多多的疑郁 李太一人出了卧房 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时辰 平同和平慧后在前厅 饭菜不知热过了几回 李太扫了一眼长岸上的菜肴 醋眉道 重新去做些清淡的 送到房里 适合她用些 是 两人不敢有意 攻身硬了 待她出了门 姐妹俩方才凑近耳语了一番 嬉笑了几句 便赶紧去准备膳食 再说李太 独自转到了书房去 阿生没多久 便被下人传了过来 柱子 您找属下 魁星楼那边如何了 还是插不进去什么人手 有几个好不容易混进去的 没几天就被转卖 不然就是寻了油头打发出来 哦 李太想着在药房里 见到的那把小刀 前后思量了一番道 那就让人都撤回来 暂时不必再查 是 阿生见他抽了信纸出来 便赶紧上前研磨 一边回报道 竹子 方才门房收了几张帖子 长孙大人 房大人 还有杜大人 明日都想邀您一见 李太眯了下眼睛 冷声道 会了 就说本王这几日是忙 无暇抽身 这次远行是他在三个月前便打算好的 目的之一便是为了在昆原路边筑时暂避风头 然 走得迟了个把月 还是被太子坠将一事牵扯了进去 好在他行事小心 没有落人口时 上元节那件无头案才没有赖在他身上 那天朝堂上 太子和李克一场打闹 均是受了责罚 看起来两人是吃亏 但他却觉出些不同寻常的味道 这太子坠将 风亡赏地 耳人相争 却恰恰把他摆在了作弊上官的位置上 这几件事的背后 定是有高人推波助澜 眼下看着 刀口是直指向他了 在这个节骨眼上 他将要离京 这三人光明正大地递了帖子上门 姑且不论谁是另有所图 他是半个都不会见的 等下让人传口信给谢言 本王十六离京之时 叫他明日下午在文学馆露出去 是 昆原路巡游 除了宫里那位 尚无几人得知 魏王亦会同情 在这太子当起 吴王失度的时候 魏王却打算走人 不知听闻讯息的人们 又该是作何感想 二月十六 天还未亮时 早起的疑狱 便以沐浴坝坐在床边 一边看着两个侍女检查行囊 一边仔细地吩咐道 你们每月初六 紧记要去龙泉镇 带我上香 那几道素菜 我已教了你们 可莫要忘记做了 新宅那里 我虽昨日安排妥当 但怕有耍奸华的 你们每隔一阵子就去看看 该打发的不用心软 还有我那香香姐 昨儿也让你们见过了 若是她有什么麻烦寻到新宅 你们便想办法帮衬一二 我留给你们的银子 不要不舍得花 若是不够 小姐 您从昨晚到现在都说了四五片了 奴婢们自当记得 平童按掐了一下多嘴的平慧 对一月笑道 您放心 不会出岔子的 一月看他们两个将行囊 越装越古 便放下了布巾 套上鞋子走过去 不顾两人的劝阻 一件一件地 把用不上的都套了出来 说了几遍 要减壮 装着披薄进去做什么呀 一月拎出了一条 长长的细纱披薄 丢在一旁 怎么鞋子塞了三双 不是说了 拆还首饰都不用带了 小姐 两人拦不住 只能看他留了两身衣裳 和一些必需品在里头 好了 时候也不早了 快给我梳下头 吃了早饭就要出门去了 这一行可不是游山玩水 但一月一想到 能见识到外面的世界 心里就充满了期待 前晚听得李泰一番讲述 让他发现自己在这时代 亦不过是一个看书多些的呆子 说好听的那是博文强识 难听些便是小家子气 哪比得真正的视野开阔 胸肩和气度 岂是窝在宅子里便能养出来的 好了 这样就行了 一月推开平铜 带要给他插上猪花的手 站了起来 小姐 您总不能连根簪子都不带吧 那便插一只吧 一月随手在几只手 是盒子里翻了翻 目光落在了那只 由来不易的银簪上 心思一动便捡了起来 对着镜子插在了 颈厚盘缓的发际上 捋了下垂在肩头的长发 对着镜中屏风边 多出来的一道人影 浅浅一笑 那少女青春正好 身形胶签 一身俐落的藕色短妆 衬得肌肤密白 额满盈盈 眉梳眼翘 欲鼻穷穷 唇红齿白 当算不得美貌 却好看得叫人瞧了又瞧 我收拾好了 一起吃早点 一欲将胸前的红玉 噎进金口 转身走向 站在屏风边的李泰 嗯 李泰背过手 两人一同朝屋外走去 今儿是个好天 春光明媚 早起 为王府门前的树上 便有鸟儿喳喳地叫唤 站在树枝上 瞧着王府门前街头上 一只精装的兵马 阿生穿着王府管事的戴衣宗服 不动声色地打量着 这只眉头眉尾冒出来的羽林军 一阵脚步声传来 一道人影被前促后拥地走到了门口 便听一声洪亮的嗓音 长街上刷刷一通下骂声 参见卫王 李泰穿着一身藏青色的棉袍 腰间系着黑沟的嗓袋 莫玉冠捆起一头书里的一丝不苟的黑发 正如这人脸上的素色 丁卫王 于林军又服同 刘朝奉陛下诏令 护送一程 瞥一眼 这拱手额前的五官 李泰神色如常地 抬手对着虚空逆一 多谢父皇 而后便不再理会这不告而来的护队 几步走到从后门驶至前门的马车边 撩起一柏上了车 马车陆路前行 车外是一片马蹄声 一遇放下车帘的一角 按到了一声好大的排场 扭头对李泰问道 这就是宇林军吗 嗯 不算从王府跟出来的护卫 和几辆载着七八个文学馆学者的马车 这浩浩荡荡 路两边少说有两百号人 若是从武营调出来的兵马 还说得过去 特派了直属天子的宇林军护送 便有些过头了吧 一遇若有所思地看着闭目养神的李泰 大概猜到 这又是宫里那位临行嗜宠的法子了 这车上就坐了他们两个 一遇见他这会儿不想说话 也不打扰 取下了侧胯在肩头的布袋 翻点着里面的小玩意儿 瓶瓶罐罐地装了不少 这淡蓝色织花的袋子是特制的 里面又贴边缝制了许多的小袋子 可以把瓷瓶分别插进去放着 不怕瓶碰瓶的会碎掉 他捡起了一只小瓶 臭了一眼闭目的他 飞快地倒了两粒肉色的小药丸塞进嘴里 重要去拿水 手却被按住 吃的什么 李泰漂亮的眉头最近时常地猝起 他这胡乱往嘴里塞东西的毛病 他不是逮着一两回了 自有次发现 他吃那带毒的药物 他便严禁它 乱用那没试验过的药物 可是尽是尽了 要是没人瞅着 他当吃不悟 是不气的 昨晚上没睡好 一遇嘴溜地回答 嘴里含着药丸 却不带打磕般的 听着就不像是假话 可李泰却哼了一声 道 吐出来 相处这么些日子 他早起什么样才是没睡好 他怎么会不清楚 我 见他就要伸手去他嘴里抠 一遇连忙按住他的手掌 一脸尴尬地小声道 是 的 嗯 是 不写的 一遇咬牙重复了一遍 他月薪来得多 去得快 两天就没了 却像是要把他抽光一般 他从书上建了个方子 又到医馆去询问过大夫 知识可行 方才密练了一小瓶 李泰听懂了他的意思 却没松手 管用吗 一遇对他简直是没了脾气 闷闷地答道 管用的 刘太医昨天给我来诊脉 我教他看过了 李泰这才松开 捏在他腮帮子上的大手 转而去倒了杯水递给他 见他服下后 重新闭上眼睛养神之前 还不忘第一声道 不许乱使药 是 一遇边收着药瓶 边尾音长长地应了一声 就在与林军护送李泰 一行出城时 长安城却有一府上 闹得一团乱 让我出去 开门 开开门 长孙贤拎着书袋 走进了花草繁盛的小院 扫了一眼院中的七八个仆妇 冷声道 出去 大小姐 老爷有言 让奴婢们在院子里守着 去院外守着 若我爹怪罪 你们只管说是我隐的 这 奴婢们村命 说到底 这长孙家的大小姐 微信确实在的 那些奴婢怎敢敌尾 大姐 长孙贤从门缝中 变出长孙贤的身影 惊喜地叫了一声 又拽了拽 从外面锁上的门飞 哽咽道 姐 你快帮我把门打开 我要出去 你去做什么 长孙贤在门前站定 我 我 去找四哥 去给他送行 还是打算与他同行 被他说中了心思 长孙贤摇摇红 红唇惹人怜惜的脸上 尽是祈求 都是外出巡游 我与他同行 又有何不妥 大姐 你放我出去好吗 他这会儿说不定 已经启程了 够了 一声力喝 长孙贤一巴掌 拍在了门板上 语调沉沉地道 你已不小了 再过几个月 徐岁便是十四了 该懂的 我不信你不懂的 你心思早有 这谁都看得出来 可你难道还不明白 他对你没有半点情意在 不是 四哥不是 长孙贤 没给他辩驳的机会 似要一次 把压在心底的话 说个清楚 你清醒点吧 他们不过是在利用 咱们姐妹罢了 李克为了古装声势 便同你亲近 李太为了逃避止婚 便故意让人传信 忠意于你 你当他们是真的喜欢你 你真当生了一副好皮囊 便叫男人屈之若鹜吗 若你不是长孙贤 你当他们会正眼瞧你 任你左右逢圆 我告诉你 真正贵的是你这姓 是你这长孙下 第一小姐的出身 一字一句 好像针尖扎在了心上 长孙贤十指紧扣在门栏上 身子轻颤着 眼里再忍不住流出泪来 可长孙贤却似乎嫌他 还不够清楚 又继续冷声道 你到底还要厚着脸皮 赖他多久 你真该当去学学 那东方明珠才是 不声不响地游着他们 你现在出去 碾上他 凭着他李太的为人 若是他心情好了 便会不动声色地 把你送回来 看上他心情不好 你信不信 他会当众甩了你的面子 让你在这长安城里 再抬不起头来 别说了 为什么是他 我哪里比他差 一门直隔 屋内传来了 阵阵的啜泣声 长孙贤眼角 意识有些湿润 他心中酸涩 就隔着门板 听长孙希哭了不知多久 再开口 却又恢复了 那个人前温和的嗓音 你当那卢一月 真就好受 不过是一时新鲜的玩意儿罢了 你瞧得现在得意 等四哥厌烦了 魏王妃进府 终有他冷逝哭伤的时候 一个乡下长大的 怎比咱们这生养在京里的 喜儿 听姐姐的劝 咱们是长孙家的女儿 不急这一时 我不急 你还小 更不必急 这长安城里 还有几家女子 有咱们身份贵重的 论出身 论样貌 论才情 论家事 她比不得 她们都比不得 天下统分十道 江河山川不一 民俗民风各异 有繁华如长安洛阳 亦有秀气 如扬州前堂 但在这些 闻名狭尔的地界之外 这大唐国土山川 更多的是些 名不见经传的小地头 位于建南道西部 濒临偏僻 有一座名叫克摩的小镇 镇子不算大 但东西往来的商旅人流之急 却叫人择舌 有言道 天下兮兮皆为利来 天下嚷嚷皆为利往 这么一座小镇 倒把这道理 谈得一清二楚 进了阵子 坑坑板板的土石街道 很是宽敞 足够马队横三排地走过去 道路两边 曹操杂杂杂的 尽是讨价还价声 木板 木桌 拼起来的摊子 麻布 草席 搭起来的棚子 操着各式方言的贩夫和商客 也不知相互之间 是否能够听懂 只比谁的嗓门更大些 若你是头一次来克摩镇 往那摊子上一凑 小心会惊噎了喉咙 不说那看着便让人难以下咽 但一出锅便被一抢而空的大饼 三个摊子上 少说有一个摆的是明晃晃的 韬子 匕首 绳索 铁钩 别的更是些你见没见过 听没听过的玩意儿 不知拿来何用 不过 就是心惊也千万别在脸上露出来 这小镇上 多是靠坑蒙偷爬为生的当地人 就躲在明处 暗处 一双贼眼盯着 挑那一下手的羊羔 镇上的客栈是不少的 从镇东到镇西 足有八家 当然 这按照时速环境的不同 又有个高下之分 没钱的你就往西走 有钱的 你就朝准了东头第一家 顺丰大客栈 咕噜噜声停下 正当午 高扬照 一辆马车靠在客栈门口 四面八场的一楼 正在酒肉的客人 注意到这动静 纷纷地扭头看去 大家可不是没见过马车 而是在客摩镇 马车这东西实在少见 途经这里的 有几个是去游玩的 哪个不是打马前行 防贼防盗 有谁娇气地坐了马车来 抱着这一问 众人眼不眨地 看着那车帘被车夫卷起 从车上 一前一后跃下两人 那头起的是个浓眉大眼的男人 三十岁上下的模样 体型偏胖 一身鲜绿的圆脸断袍 腰间还附庸风雅地 别着一只折扇 似是故意有意效仿 书生打扮 却看不出 肚子里有几滴墨水 后头跟着那个 年约二十来岁 生得渐眉星目 肩宽体长 一身白色不一 过肩的长发 随意地拿了记在脑后 手里握着一把 齿长的短剑 就像是个侠客 这 水又吃饱了 没事干活得太舒坦 游山玩水 吵到这里来寻了断的 这说话的汉子声音不高 可周围听见的不少 都在心里赞同 那绿袍的男人 似是听见自己被人议论 笑眯眯地扭头 看了出声这人一眼 被人当成是挑衅 一句婚话没能骂出口 便听西北角的楼梯 一通光光当当声 窜下来一个小个 哈哈笑着 迎了上去 啊 何老板 我到楼上看着 就像是您的车子 这怎么的春尾了 您又亲自出门行货去啊 这一嗓子媚得 方才那差点骂人的汉子 脸色不免变了变 就见那绿袍的胖子 折起了纸扇 一记轻敲在那小个头顶 呵呵道 行了 别打听那么多 捅出来四间上房 热水烧好 好酒好菜的被楼上去 哎 您等着 这上房只剩两间 我去撵出来两房客人 给您疼地方 要不您先去我屋里坐会儿 不了 我就在这一楼喝口茶 等几个人 绿袍男子领着那白衣侠客 就在一楼入门拐角处 挑了个空座坐下 这小个儿的男子 连忙上了楼去 方才还乱糟糟的一楼 当即没了声音 你们先去我 给你了 着一楼 这一楼 帮你了 我再帮你了 你多了 我再帮你了 让你来帮你了